它的材質上面是沙子 雪紡網紗 而且你發現我們這樣網紗是怎樣 彈彈的 在網紗一向以來都做彈 然後不刺癢 然後輕膚 很像褲襪那種很彈很輕膚 偷偷做了一個暗扣 就是本來想要 就是想要讓它當小西裝外套式的感覺 有一點像風衣西裝外套的感覺 對對對風衣西裝外套的感覺 像我穿白色底下你們就可以配黑色西裝褲 所以看起來會很美 然後它的後背是 就是有一個拉鍊圓扣 然後還有一個小洞 就是有一點點小小的道具 它這邊有一塊就是鏤空的橢圓狀 然後不會太誇張 微微的 我覺得隱隱約約的才會讓人家覺得好看 然後我覺得圓扣這個拉鍊很加分 就是變得比較年輕化一點點 就已經不會到這麼正式 下面的材質我覺得有一點像後學坊 偏一點點西裝外套的那種 我覺得西裝外套 而且它還是綿密滑順 其實我當初做開盒 就是想要在胸部這邊有一個層次的變化 就是大家在這邊一些剪裁上 可以讓大家比較豐滿修飾一點 那些裡面其實它有一個小內裡 有沒有很貼心 其實它真的有點像西裝外套的那種感覺 但它又是很輕薄厚的 輕薄的 它不是厚的喔 對 你說它有一個美好的 差不多 有